大家好,我是Dan 歌手Yongji因公开与Seventeen Token的聊天记录 而遭到了海外粉丝们的指责 对此Yongji也发文向Seventeen的海外粉丝们道歉了 1月1号Yongji在IG上传了一个贴文 在贴文里能看到一位粉丝冒充Token的留言截图 以及真正的Token传送给Yongji的聊天截图 Yongji留言 Token前辈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笑的人 而这个贴文马上就引起了海外粉丝们的不满 现在应该会有很多人觉得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事情是这样的 去年在Yongji主持的网络节目中 Yongji说过 经常收到一次是不是垃圾邮件一样 非常长的Token前辈的短信 收到那样的短信时 我会感到压力 觉得必须要回一样长度的短信 接着公开了Token发来的长短信 当时队友球需要也说 Token常常会发送很长的情感短信 而基于这样的插曲 Yongji公开了新年与Token的聊天记录 对于Yongji上传的这个贴文 虽然韩国Seventeen粉丝们都觉得很好笑 两个人的互动很有趣 但是很多海外粉丝们却误解 Yongji仅将Token的好意试为一个笑话 当成一个梗忽视了他 随后Yongji上传了英文道歉声明 并表示 有事先得到Token前辈的同意 才发布了这个贴文 但自己能够理解粉丝们的感受 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 保证不会再发布这样的贴文 现在应该还是会有很多人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那个IG评论是粉丝开的玩笑 看到那个的Token和Yongji两个人 很有趣的传送了卡通 究竟外国粉丝们为什么会感到不舒服呢 我去看了Yongji的IG 有很多外国粉丝在评论区里断章取义 Yongji会常常看自己的IG 因为一直看到那些留言 所以就道歉了18克克 真的很累呢克克 一看就知道Yongji是因为觉得IG上的假Token评论之后 真正的Token发来的cut talk很好笑才上传的 怎么会说他把这个当成是一个梗了呢 海外粉丝们这样做其实会更让Token尴尬的 他们真的不知道吗 70粉丝们都在说Token很可爱 Yongji少女很好笑 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韩国艺人们有犯罪争议的时候 海外粉丝们都不觉得是什么大事 现在却为这种小事出征 真的很矛盾 2024年第一天就发生这种事 看来Yongji Token们两个人今年都要大发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是Blackpink成员的话会是什么样子 一位韩国网友发布了这样的贴文 如果我是Blackpink成员的话的现实版 甚至只有我打了半折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1月份即将回归的爱豆们 女性成员重演将在1月3号发表第二张mini专辑 1月4号程星文将发表第六张mini专辑 1月5号星人男团来一只将以兴趣回归 1月8号女团一姐将以兴趣untouchable回归 男团Bewonepo将在1月8号发表第八张mini专辑 1月9号Super Junior Q-Hen将在1月9号以兴趣回归 男团OnlyWonepo将在1月10号以mini第五张专辑回归 1月11号Trendji将以永恒命兄姐制作的歌曲回归 12月4号公开SonyaBreak的Inmix将在1月15号以主打歌回归 歌手China也将在1月15号以兴趣回归 Pentagon Hui将在1月16号发表第一张mini专辑 接下来是虽然没有确定日期 但是很有可能1月回归的idolman LimeLight Aili Torce Ujusunio Soda Shista19 Yodaid Yodaid Ford Calo Vce RC Mu7